这个武器名字很猛 叫做死亡之轮 但实际上可能就是用来搞气愤的 不 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惊吓效果 你看把人家狗狗吓的 1943年 盟军已经在为登陆欧洲大陆做准备了 但是挡在面前的 可是希特勒精心布置的大西洋防线 怎么才能撕开到缺口 源源不断的将坦克从海上放到陆地上呢 英国有个聪明的中卫 他计算了一下 大概需要用一吨的炸药 放在防御公司的面前爆炸 才能够完成这一壮举 可谁会去又怎么去呢 大兵的命也是命嘛 舍不得啊 那就重新发明一次车轮呗 于是这个大开脑洞之物 便秘密的诞生了 英国人计划将一吨重的炸药 装在一个大圆筒里面 然后以圆筒为轴心 在它的两边呢 分别和上一个直径三米 宽约30厘米的大轮子 接着在轮子的一圈啊 朝着一个方向密集的装上 火箭筒 这样一来 只要点燃火箭 轮子就能够在反重力的推动下呢 滚动起来了 咱就可以直接从船上 远远的将它释放 让它自己一路滚到 德国人的公司面前 炸开一道口子嘛 完全就避免了 自己的人员伤亡 岂不美哉啊 想的实在是太美了 实际上 在所有的事业当中呢 这个轮子从来就没有 按照计划滚动过 只要中间稍微有 哪个火箭闹情绪啊 本来就不稳定它立马就斜菜了 直接倒在地上挂掉 还算是好的 最怕就是它转一个U型弯 回到你的剑上可就惨了 事实上 除了一开头那只受惊的狗狗 还有另外一名摄影师 也差一点就丢掉姓名了 即使后来它从两个轮子 架成了三个轮子 也照样会乱拐弯啊 所以当然就放弃掉了 另外这个东西 这个实验 它的存在本来就很丢人嘛 所以保密工作呢 就做得很好 以至于后来根本就没什么人知道 它的存在了 但是 我又想起来一个特别搞笑的啊 这当初可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实验啊 所以死亡之轮的建造呢 是高度机密的 死亡之轮运往实验场地的过程 也是在暗夜的掩护下进行的 但是 到底是谁选择的实验场啊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里 它居然就是一个热门的海滨度假地 大量的群众已经一字排开 躺在沙滩上 准备好见证奇迹了 哎呀 真的是个奇迹啊 应该说 奇观